巴塞就可憐了 因為適逢皇家馬德里和馬體會都和波的情況下 竟然間都不能夠贏波借助得失球上回榜首 也不能夠令到我們球迷欣賞到一場同分起跑線開始的宇宙大戰 巴塞結果就是損失了這個賽事 輸了給馬拉加 沒有上榜首的機會 加上在宇宙大戰之前落後皇馬三分 大家的實力都不是差很遠的情況下 三分真是不容易追的 宇宙大戰他們的局弓 其實去到最後吃虧的都是自己 為什麼會輸給馬拉加呢? 首先我們看到後防線 其實近期巴塞不斷去動他的後防線 又試一下這個又試一下那個 又試過三中堅 又試過四個後衛 昨天呢 又好像踢回四個後衛 馬斯查蘭盧串演油閘 結構上 我都叫做這樣擺 沒有說級數球員是有在的 但結構上就是這樣擺 中場呢 就叫做出普斯基斯 結果其實前面的配搭呢 都是MSN的進攻結構 那要說回為什麼會輸呢 就是要大家要留意一下 就是巴塞其實近期那個做法呢 就有些就是效法巴西國家隊 那這個情況呢 其實就是因為呢 在2015年 2015年這個巴塞 拿歐聯冠軍那時候 MSN是在踢支亭插的 是一個很不錯的主攻結構來的 那但是 開始是進入 準備進入 2017年的時候呢 尼馬就 開始想呢 就是進入做主角的行列 就不想呢 再做綠葉了 那結果呢 他拿球就多了很多 他那個思維的模式呢 我估計就是因為他很想 帶這個巴西國家隊的成功打法 進入巴塞 那但是很可惜呢 尼馬就是球員 不是教練 亦不懂得戰術運用的東西 他沒有留意到呢 其實巴塞和巴西那個呢 那個呢 是進攻的方法呢 是南緣不設的 是完全不同的 巴塞就是半場陣地 Kikikata互傳互動主缸 巴西呢 就是由中場開始呢 就是一窩蜂這樣呢 就是高速插入對手的 是心臟地帶 希望呢 希望呢 就在五秒裏面呢 就是射門 那這件事在巴塞身上呢 是不少 不多發生的 不多發生的 那結果呢 他用一個錯的想法 進入巴塞的進攻體系呢 那當然是會蒙上失敗啦 那結果呢 都一度令到這個巴塞呢 就是在歐聯呢 就是出局邊緣 那要讚一讚呢 就是安迪基的 結果呢 他就當機立斷就放棄Kikita 去遷就呢 現在呢 有無有益的尼瑪 希望呢 就是 將這個巴西國家隊的一些 是進攻的套路呢 就擠到這個巴塞的身上 那結果 也都放生了尼瑪的 那所以呢 去到一段時間 巴塞是縮矮仔 打對方身後呢 是有點像巴西國家隊呢 那也都是有些贏波出現的 那也都是 在運作上面呢 大體來說呢 這個問題不大 那但是 為什麼這場球 都可能有類似的想法 都是失敗呢 其實都是 因為人家呢 其實是會看到的 不是說因為你自己 想到一個好方法呢 就想著可以成功 對方其實是看到的 知道到你 我原來縮矮仔打我身後 那我都是呢 大丈夫一言機出啦 不出就不出啦 那結果馬拉加未死守 是吧 那他死守的時間 那你今場適逢 你又出回四個後衛 三個中場 三個前方 那又是主攻啦 那結果呢 在主攻的情況上面 沒有了恩尼斯達 正選 即是恩尼斯達沒有正選 那安達高美斯 不是很幫到手的 在這個主攻上面 那結果呢 尼瑪又要做一下主角的情況下 結果去老鼠拉圈的情況呢 又是不出奇的 那所以呢 那你見得到就是 無論蘇尼斯有多努力都好呢 那 那支庭插上面呢 是做得不公正的 尋賽事包賽 尤其是主攻的情況 那你主攻失利了 主攻失利 我經常都說的 當你不能夠很輕鬆地打到對手的禁區頂啊 禁區裡面啊 底線啊 那對手的反擊呢 就會來得比較輕易一些的 那這一球球呢 其實就是輸在進攻路線右邊的位置 那沒有右閘回去防守 這個其中一個問題 而馬菲奧呢 亦都是莊越衛失敗 那另外馬菲奧其實輸速度食塵呢 在今季呢 都是常見的 那結果呢 就輸了第一球球 那輸了第一球球之後呢 其實就是巴塞都知道 情況是有多嚴重了 那所以呢 都盡快呢 就是換了恩尼斯達 進來 亦都換了一個 沙兆羅拔圖 可以踢右閘的人進來 那希望呢 結構上面呢 就完整了 那但是他們的主攻的情況底下呢 都不是說十分之流暢 因為都算是打了一大段 就是巴西國家隊套路 突然間轉回打Kiki Tata主攻呢 又不是說很順滑了 好了 那結果呢 就是去到尼瑪的紅牌了 那結果呢 就殺死了蔡氏了 那尼瑪那個紅牌呢 看來是北軍之行為多於一切 基本上他在拿紅牌之前呢 頂空門頂塞之後 都跟對手呢 就是有一個艾薩在那裡 那尼瑪就來不來就有這些事了 那有人可能會覺得呢 就是他跟蘇拉雷斯呢 都是計時炸彈 就是有時是會出事 有時是會拿紅牌走人那些來的 那但是你問我呢 就是如果你叫我選呢 我都是選蘇拉雷斯好一點的 因為你留意到蘇拉雷斯每次做一些奇怪的事的時候呢 反而球隊呢 都可以贏到球 那但是尼瑪一發瘋發瘋呢 就令球隊輸球的 情況就是蘇拉雷斯呢 看來他去發瘋的時候 都是有一些理由的 因為他去咬這個意大利後衛 咬這個基亞連尼 咬完之後他可以逃過球證的發眼 那對手是有少少呢 就是躁了 療興了 那結果呢他們就贏到球 在一世世界杯 贏到這個意大利國家隊 那蘇拉雷斯 一零年世界杯那一刻 用手拍球拍出來 你說他都是計時炸彈做這些事情 那但是其實他做這件事是幫球隊 結果球隊又真的可以入到四強 那所以呢 到最後呢你說如果發波溫啊發瘋啊 就是這些東西來講呢 兩害呢都是取其輕的 就是都是選 如果強硬要我選 我都是喜歡蘇拉雷斯多一點點 尼瑪每次呢 失雲呢就是淚球隊輸球 好了 那就是 這個巴賽呢 就沒辦法了 打少過之後呢 被人再打反擊 基本上都是差不多整隊是放棄狀態 不回去追了 送多個球給別人 這樣吧 輸了2比0 那巴賽這個情況呢 就是很不安 因為他現在呢 這場賽事 因為他在聯賽榜要搏 所以肯定就是這場賽事 他落後一定呢 都是搏了一段時間的 尤其是輸了0比1的時候 然後呢 那所以呢 他搏到那麼上下的情況呢 他當然對球是會累了的 如果對球累了呢 對著呢 就是歐聯 祖雲達斯呢 是一個呢 挺大的隱憂來的 尤其是祖雲達斯呢 在意大利聯賽呢 是贏得挺輕鬆的的 那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下 巴賽的歐聯的前途呢 又開始暗淡了了 那當然歐聯的預測呢 會下一條片再講啦 不是今天講 好了 那講完西甲了 那講一下英超呢 那首先講一講一場呢 就是 早場的熱刺 那熱刺就贏了四彈 那你見得到呢 我可以這樣講啦 很負責這樣講啦 讚臣呢 出來踢這個正中鋒呢 是對熱刺有些幫助的 雖然大家都覺得 這個荷蘭前鋒讚臣不是一個 級數很高的人 那但是 熱刺的支點球員呢 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讚臣能夠提供到一個 不同類型的功能 出到來呢 都叫是好過沒有啊 那結果其實他做支點呢 都叫頂到對方的後衛 背到龍門 其實他踢背龍門的 那個意識是OK的 只不過呢 他技術就一般的 他保護過球的能力 就不是很高 那但是他都能夠 回到一些波 給艾力神呢 已經是應激一功的了 那這件事上面呢 其實是幫到熱刺做主攻的 那如果呢 讚臣是多些可以正選 那艾力神的進步 加上孫興文的插入呢 是可以的話呢 其實這個支亭插 都不是不行的 那如果在他進攻的情況下呢 這個球是少些經艾力那裏呢 那麼那個進攻的流暢度是會有在的 那有些人也會問的 不是啊 艾力入球啊 你又插他 那我不是插他 我只不過是盡量叫進攻 少些經他那裏呢 我沒有插他啊 這個是其一啦 其實第二點呢 艾力的入球呢 當然是屈對手的吸數啦 那當然啦 他有狀態的時候 對手又比自己弱 那你入到球都很正常的 那我經常都說的 那如果你不是靠套路 你是靠一些軟射你入球呢 那你是靠一些實力啦 靠一些狀態啦 那如果你的狀態不好的情況下 又會怎樣呢 那這個是疑問來的 而艾力入這球之前 其實他的走位呢 是古古怪怪的 他又想走碟瓦又決定不到 結果又不是這樣 其實都一度呢 是黏在對手身上 黏在自己的隊友身上的 那他又退出來 那按一下就回給他 他又射到感咯 那打開了紀錄之後呢 其實對於熱刺來說呢 是容易了啦 那福特又想攻啦 那結果他們又幾個遠射 那隊伍gas又加回多些太多 ball 那都是那句的 熱刺暫時要入球呢 那大部分都是靠那個 將數字的展現 靠 shocked gate 那到夾後的情況下 如果這對球要進步的話 始終都是要在套路上下一些苦功的 我一講就已經講了出來 就是贊神做支點 艾力臣和孫英文做停球和插入 其實這個應該就是熱刺要盡快練成的套路 如果一直都不是說在這個套路上做得那麼清晰 那麼悅目的話 其實要拿冠軍其實是有距離的 你說要拿前四是靠球員的個人能力 靠球員的速度和年輕化的體力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你一路一路等球員開始老 其實你就會見到一個問題出來了 這個就是熱刺其實 都是要留意的一些要點來的 好了 講到就是利物浦了 利物浦這場賽事是有趣的 我真的有些疑問 為什麼利物浦不需要打歐洲賽 沒有足總盃負擔 為什麼還要輪換得那麼嚴重呢 結果在一個正選的陣容裡面 又出了這個阿歷山大阿諾新人 這個右閘其實是OK的 但是出了活特班 這個58號的新人 這個活特班其實級數是很一般的 我就不明白為什麼高普不斷給他機會的 結果其實前面的進攻配搭是 就是活特班奧烈志和韋娜杜姆 說完了沒有進攻球員 奇怪的 對著小屋城 結果就是怎樣呢 就鬥打假隊攻 當然是鬥打假隊攻 但是奇怪奇怪的是你前面球員的級數很頑皮 所以在假隊攻的情況下 上半場是輸了 尤其是我講過假隊攻就是鬥打的把握力 前面做不到球 反過來被人反擊就很正常 其實小屋城上半場的機會 是真的一而再再而三 不過有很多大機會都把握不了 這個就是小屋城球隊的級數的問題 把握力的問題 球員的個人能力的問題 但是怎麼差都好 都掌握到利物浦的後防失誤 是領先到的 領先到的 高普不敢了 不敢發夢了 半場就換這個就是巴西孖寶 古天奴、徽命奴進來 但是開頭來講 其實小屋城都不乏有機會再擴大領先的比數 但是就是外於換了古天奴和徽命奴進來 依然是假隊攻的情節 小屋城沒有回去死守 這個是小屋城 他內部的處理戰術的改變上面 就是遲緩了 所以就令到這個假隊攻的局面出現的時候 古天奴和費明奴的把握力當然是很不同 所以費明奴去反級到去到2比1的球球 也都是講到假隊攻的理論就是 鬥把握力 當那個級數有這麼大的改變的時候 小屋城又反應不及的時候 結果利物浦都叫做很驚險地拿回3分 很驚險地拿回3分 那我都奇怪的 覺得這樣去這個輪換 去給這麼大的機會給新人 其實這個賽事這場球 這個高普是有危險性在住的 它是挺拼命的 這一點高普自己要想清楚了 這些球員是不是這麼有級數打正選呢 那車路士的陣容沒有什麼大的改變 只不過是用回摩西斯而已 外於對著班尼茅夫不是實力那麼強的情況 結果也不是說有那麼大的考驗 第一球球有些運氣散中對手就入了球 打開了那個勝局之後 班尼茅夫想攻 結果這個中正了車路士的下懷 不是打回身後夏薩特 又可以打個快擊 又入球了 那及後這個 比這個班尼茅夫追回都好 其實級數都是差很遠 結果阿朗素再入多罰球 阿朗素這個球員 似乎都可以威脅一下 這個佐迪艾巴踢西班牙國家隊 這個球員越來越大進步 罰球又射得 進攻那個層面它又可以覆蓋到 防守而言它又不是那麼頑皮 這個球員可以再值得期待一下 觀察一下 到最後就說了德甲那邊的敗人對丹蒙達 這個賽事而言我跟大家道歉 因為我看漏了一些東西 原來利雲道夫斯基是可以踢回的 我亦都看錯了 就是這個萊斯原來還是傷 我真是被那個外國的賭波網頁騙了 我以為賭波網頁是最 應該是最負責任的 原來不是 是煽賭小賭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說萊斯原來是 back to training 但也出不了的 前場來說其實多蒙特的進攻套路 就是差不多沒有 因為又沒有香酸真絲 兩隻快馬 奧巴美爺和丹比利 前面怎麼衝都沒有什麼用 因為沒有供應 結果他們的反擊不是很銳利 整天失拖的情況下 這個霸人暮尼克在主攻上是挺輕鬆的 因為沒有後顧之憂 另外艾簡達華的進步是明顯的 雖然他不可以整場都可以 hold到一個球在禁區頂 幫到球隊去做一個全主攻型的踢法 但問題是說他是有進步的 只不過是火候就未成熟 所以就叫做不是很穩定 但是那個進步來說 我也覺得他可以幫到拜仁做一陣主攻的 第一球球都是他第一時間把球查到右邊 給到有人插入右後位的進攻機會 結果就是入的第一球球 我也要稱讚這個就是烈貝利 因為很多時候右邊全球 全中球 尤其是左翼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站在左翼 但是列貝利就懂得移到禁區頂 去接應一些還出球 也擴大了自己的射門角度 也多了自己的入球的機會 第一球球就是這樣形成 亦都是多夢特的中後場的防守意識是薄弱的 另外就是諾賓的入球在下半場 其實都是精彩的 另外李雲道夫斯基的佛球 亦都是 這球佛球就是要彈一彈這個迪比利 為什麼跳早了呢 跳早了之後縮下來又被球呢 也是奇怪的 這個丹比利是 這個人場上他犯了一個很嚴重的概念的問題 另外就是丹比利他的反擊的時候 他那個決定力很差 原來這個球員 就是那個整體意識其實是薄弱的 如果你整體意識這麼薄弱 那真是情況 如果我是法國國家隊的教練 我就不考慮這個丹比利 原來他的意識是這麼薄弱的 那你意識這麼薄弱 比利再跑得快一點 比利射球再大力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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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用了 那好了 那多蒙特基本上是沒有反擊力之下 就來了一個大敗 那這個就是我猜錯了 那原來我講漏了曼城 那我講漏了曼城 曼城是叫做贏球 那一開頭其實史達寧 踢回正選踢主攻呢 都是膠塞很多球的 一開頭 那當史達寧就不在右邊的時候 那設計師拿華斯 踢回這個右後衛上來助攻的時候 就做到東西了 簡簡單單給他 普普通通的傳個漂亮球進來就入球 那也都是因為對手是翁高 那問題就是說 傳中球是很漂亮的 史達寧在右邊呢 我沒有見過這些傳中球 那史達寧自己要檢討一下 那及後呢 就是打開了勝局之後呢 那屈速度呀 屈技術呀 屈這個級數呢 史達寧可以屈到呢 那結果呢 三分四次可以幫到球隊呢 是打到二三比零 那問題就是說 在同一個起跑線 零比零的時候 要處理對手的密集 那史達寧在這方面是沒有心得的 沒有心得的 那我不知道 其實如果給我的話呢 我會覺得呢 其實設計師拿華斯 取代史達寧替右翼呢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呢 先是可以撕破對手密集先的 那贏了一兩比零之後 再後備入替史達寧進來打呢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 那結果呢 就是曼城都叫做呢 有這個拿華斯的協助底下呢 叫是贏回一場賽事 好啦 那結果呢 現在英超的聯賽榜 我們可以見得到呢 利物浦叫做驚險贏球 曼城都叫贏球 那所以呢 就是在那個聯賽榜上面呢 前面四對球都贏了球 那今晚就要看一看 阿仙奴和曼聯贏不贏到 如果贏不到呢 距離就越來越遠的啦 差前四的懸念就開始越來越沒什麼的啦 那現在呢 曼聯和阿仙奴就打小這個曼城呢 就兩場球 曼城第四 阿仙奴第五 曼聯第六 那如果連續這兩場打小的賽事都贏了的話 其實都回到60分的而已 都還沒過到曼城的 那所以其實相前四上面呢 曼聯和阿仙奴呢 已經進入了比較危險的情況 那基本上是沒有球可以再失分的啦 那今晚呢 就看看他們能不能贏得到啦